好想出門去玩喔 但是我的預算好像不太夠 今天就要告訴你 出門好不容易找到時間 但是預算也是個問題 今天要講到 就是尤其上班族 你不能說他好像不夠錢 只是在預算內 他當然要控制對不對 存錢有人喔 工作一整年 就是為了要出去好好玩一趟 走一走 所以老是港澳三日遊 也有什麼地方好玩 總是嘛 就20到30歲這個階段 可能去的地方跟30到40 那個經濟能力條件是不一樣的 可是你那聽起來 去什麼歐洲啊 或者是什麼北美 動輒都好多錢啊 對啊 還有像郵輪 郵輪也好 人家有超便宜 郵輪我剛剛已經偷聽了 不可思議 真的幾道 你不相信那麼一點點錢 可以坐高級郵輪耶 這郵輪是很想像的 對啊 可以拿你或是 可以拍拍 是誰啊 PayPayPay 可以花費的五分之一的價格吧 五分之一喔 對 那不算機構啦 就是做上傳的價格 今天這一集就是要教 所有上班族 尤其找小子的女孩 想要好好的讓自己享受一下人生的話 看這一集準沒錯 我真的要跟你們說 如果再年輕一次 我現在就走 今天的這個金額是你負擔得起的 然後這個地方是你夢想的地點 好 歡迎我們的來賓 第一位 歐洲就是他家的頂級導遊 Kevin 大家好 大家好 實際上不一定歐洲 一定是所謂的高消費 你可以用 只要抓對時機 而且用對方法 你一樣可以玩到高CP值 低消費的旅遊 對 高CP值喔 對 他們現在連買便當都要賺CP值 這何況是旅遊 對 上班族會算的 好 接下來歡迎的就是 最了解上班族需求的旅遊達人 溫士凱 大家好 對 誰說旅遊一定要花大錢 今天帶你去私房景點 讓你玩得很開心 和包也很開心喔 歡迎 這是重點 這是重點... 接下來下一位 愛旅遊的人氣部落客快樂魚 這是快樂魚 今天帶大家錢花在兜口上 保證你玩得非常的享受 而且重點是 你的同事們會很羨慕你喔 這也是 他們出去玩不是用你回來臭屁 那一段錢 今天會照顧大家 請要讓你的同事羨慕你 對 回來要臭醉 對啊 請注意到就知道 好 接下來下一位 最帥外景主持人阿布 謝謝 各位 認真工作也要認真玩 玩也可以玩得很省錢的 歡迎阿布 今天有沒有聽到就是 完全是在錢的預算 是一直很高 又可以省下來 對 對不對 所以 但是我們先講 幾個高消費的國家的印象 像你想到的就是什麼 歐洲 法國 東京 東京滿貴 紐約 這個現在也很貴 首爾 對 曼哈頓這種 其實也太貴了 那像這種高消費的國家 Kamen怎麼玩 大家都知道有所謂的 貝考克網站 訂很便宜的飯店 然後廉價航空 你可以吃一些 法國道地的小東西 然後你可以在很棒的 刹那盒盒盤 比如說各位 你看到這邊 艾菲鐵塔上去 坐個電梯而已 坐到上面 你一樣可以把自己的食物 帶到上面 然後同時眺望 然後整個景觀 跟他講一下 艾菲鐵塔在這三個 完全不同的燈光打起來 你就算不上到上面 你只要坐在巴黎的任何一個角落 你都可以看到艾菲鐵塔 然後法國最大量的艾菲鐵塔之外 你可以看到凱旋門的夜景 所以它不是只有白天 然後晚上的時候 然後你把時間放長 然後可以用你的雙腳 還有用什麼 地下鐵 巴黎的地下鐵再減算不過 然後加上甚至火車 你可以到一些很漂亮的鄉鎮 所以光是一個巴黎 各位 你可以看到這中間的房間盃 就是其他廣場 然後各位 再來看一下 盛青棠一定要走 要 紅馬二盛青棠 這上面是法家村 各位 上到這上面 各位你知道嗎 坐纜車上去就要三塊錢 自己爬樓梯沒有多久 跟他講一下 三塊 然後歐元就省掉了 台幣120 然後很多人都躺在這上面有沒有 曬太陽 各位 你在這邊 然後在這邊曬個太陽對不對 然後眺望整個巴黎的山空 還可以看到三分之一的巴黎 然後景觀起來相當漂亮 尤其上面還有所謂的畫家村 然後到那邊去看看一些畫家 街頭藝術作畫 那整個巴黎全部都是巴洛克斯的建築 然後你走在那邊 那個思維 你的思緒 氣氛完全不同 然後所以呢 這些都是 這些都是不花錢 不花錢 然後你就可以感受到 那像這個芳爾塞公 外外全部整修完成 然後各位你可以看到 都相當不錯 所以甚至你花一點 你不一定要做到 我跟大家講一下 三大河的遊船 你要欣賞整個巴黎 用走路的太累 你只要花一個船票 這個船票跟他講一下 大概便宜的船票 三塊多就可以買到 三塊多跟他講一下 你坐三歐的船票 坐遊船時間 一個鐘頭二十分鐘 然後把整個巴黎兩旁 最漂亮的景觀 從羅浮宮到艾菲鐵塔 然後像這種船 就是透明玻璃的 然後很優秀 這也要錢嗎 三塊多而已 然後一個小時15分 就很優秀的 基本上來講 然後像上面 他賣的一些飲料 基本上不一定要在上面買 你可以在超市 可以喝那個水嗎 可以啊 河水 河水不能喝 我是掰了胃問一下 碰清水 所以這邊來講 你光走在這裡 就跟畫的場景 在電影的場景一樣 然後 所以基本上 你到了這邊 你不一定要住到 一個晚上盆耐 四千五千 那便宜的地方在哪裡呢 它便宜的地方 那我們來看一下 我可以補充一下 那個大家猜猜看 因為我在巴黎住一個月 你們猜猜看 巴黎住一個月要多少錢 八九萬要吧 沒有 一個月我住一個月 而且我還可以煮飯 煮飯 八萬要不要 不用 六萬 有屋頂嗎 再 再少一點 五萬 再少一點 怎麼可能 跟他講一下 如果一個月大概三萬 其實正是這個價錢 因為其實 三萬 你有辦法找到 我們就這樣 重點是說 我的地點非常好 我旁邊就是地鐵站 我旁邊還有菜市場 所以我覺得 就是說對上班族來講的話 該不是住的是紙箱的那種 沒有 真的 我住的是公寓 而且我還有人幫我收垃圾 真的假的 真的 你就是垃圾 住到紙箱的那圓領 沒有 我住一個公寓 然後那個公寓裡面來講的話 我住了一間 有水有電 有水有電 有空調 全部都有 全部都有 這個我幫他掛包 因為他去的時候 他沒事就把照片傳給我 他就跟他講 你看我住在這邊 那真的住得非常的好 還沒住了三個月的時間 我每天看他吃好吃的 他會告訴我多便宜 又吃得好 完全打破巴黎的眼線 有室友嗎 有 有一個義大利室友 還有另外一個室友 還有另外一個室友 他老公 對 但是你看這個是巴黎 剛剛像Kevin老師介紹很多 很省錢的部分 其實對我來講的話 巴黎有一個地方 我後來想了半天 我覺得我一定要介紹給大家 因為我查過台灣 沒有多少人去過 就是大家應該會去 鄉階大道的LV吧 對 會 一定要對不對 LV呢 如果你只是去LV的旗艦店的話 那就錯了 不是要排隊的問題 我在那個地方 我花零元 我享受到VIP的待遇 而且當我離開的時候 我還拿了一本LV的東西 怎麼可能 哪裡 你怎麼拿 中貴婦進去的 不是 也不是 我沒有偷 我沒有搶 我沒有騙 你是有朋友 有關係 也沒有 這個是只要你是個人 而且你找到了那個門 你就可以進去了 哪有嗎 就想去 哪有 該不會再使用二分之一 這是LV 沒錯吧 這是Louis Vuitton吧 我知道那個 許惟老師的英文非常非常好 沒有 這是 對 你看 沒錯吧 這本是不用錢的 這個是不用錢的 因為 送你啊 它送我啊 它裡面是什麼 這裡面其實是 在LV的一個旗艦店的旁邊 它其實是有一個小門 然後那個小門 你只要走進去 你就跟櫃台人講一下說 我要去參觀你們的藝廊 然後他會很禮貌的問你說 那個 請問你從哪裡來的 你貴姓 我就跟他說 我從台灣來的 我姓李 他就跟我講說 好 林小姐等一下 我們請專人下來接你 所以他就 七樓 他就用那個打電話 然後跟七樓的人講說 請他下來接我 然後他就坐了電梯 然後就下來接我 下來接我的時候 他就把我引進電梯 引進電梯的時候 那個電梯其實很小 然後黑黑的上面是有 點了一些燈 就很像星空的感覺 我就從一樓這樣子 深深到七樓 七樓之後 他還跟我說 林小姐 我們這一期 講出的是什麼什麼東西 然後他還帶我導覽 導覽完心話 畫很快啦 藝術家畫 他是藝術家的合作 然後重點是說 他還跟我講說 你這個先不要拿 你會手中不好看畫 你離開之前的話 你就記得帶走一本 所以你看就是一本 這樣的東西 零塊錢 而且他還知道我姓林 我沒有花任何一毛錢 我就拿到一本LV的東西 可是台灣人沒有人知道 他覺得好可惜 所以真的下回 不要只是在香榭大道上 跟著大家排隊 你要記得轉一個彎 就後面一個小章子上去 而且還可以擁有 就是很特殊的巴黎天機械 什麼 這邊站很多什麼 松露 剛才講這個就是松露 八爪 頂級食材 三大美食 鵝乾醬 松露 還有一個叫做 我們講的就是魚子醬 這個松露在大家印象裡面 松露一定高不可看 三顆一松露大概多少錢 在台灣 整顆 對啊 整顆 三顆大概這麼大小 然後在一個罐子裡面 就是它可以整顆 就是切成切片有沒有 放在那個食物湯頭裡面 然後什麼 食材基本上都很高 上萬元吧 告訴各位 這三顆加起來10歐 10歐 台幣400塊 10歐 10歐而已 跟他講9.9 真的 你在機場 你不要講 在法國 在義大利機場 在全部都有10塊錢 歐元 對啊 會不會山寨松露 不會 你不要講一下 可以一切松露 真的 跟他講一下 如果說你可以到這邊 它就是切片前就這樣子 切完以後放一點海鹽 對啊 告訴各位 跟他講一下 像我們只要到松露 就是去採松露什麼的 他們就是堆一整盤 這麼大盤 用上松露加上芥末 然後松露切片 然後甚至跟他講一下 他倒上這種所謂的松露油 這個松露油一罐也沒多少 一罐19塊錢 然後你只要塗在任何麵包上面 那個味道都香到不行 這在哪買 我怎麼都去 去巴黎 什麼都沒看到 超市嗎 在某些的就是食材專賣店 食材的 都有在賣 然後所以它有分黑松露 有分夏天跟冬天的 而且這個瓶子好可愛 非常可愛 所以你可以發覺到價錢對不對 不是你想像天價 這個就是高CP值這樣子 那如果說像他們搭配 趕南在歐洲便宜到不行 然後搭配食材 那我相信大家去法國對不對 一定會買這個東西 大家知道馬卡龍對不對 然後馬卡龍跟他講一下 在台灣就連你連到 單級咖啡館 然後一六顆都還要四百塊 對 這樣我們這邊跟他講一下 超市裡面一歐三顆 一歐三顆 一歐元三顆 四十塊 四十塊三顆 所以跟他講一下 很多超市都有在賣 巴黎的麥當勞有賣嗎 有 購的麵包店也有賣 當然是有名的咖啡館都很浪漫 大家可以看到 全部都是像我這邊 隨便坐在 你看我跟他講一下 你看這是一般的人坐在這邊 非常有趣 就算你不要坐在咖啡館 跟他講一下 坐在散拉河畔 各位看一下 一大堆人坐在散拉河畔 拍照多好看 對啊 在那邊發個呆 拿個麵包 跟他講打發個半天對不對 看來往的人去 你都很有味道 那半天花你沒多少錢 台灣烤茶應該要烤這邊的 甚至大家都知道海鮮對不對 我告訴各位 法國的海鮮很便宜 你只要到一些市集去買對不對 非常便宜 你知道生蠔喔 然後12顆 大概10歐 很便宜 它是你自己做的地方可以料理 像快樂魚 生蠔基本上就是 打開就是 打開就可以吃 而且餐廳賣的價錢 生蠔也不貴 你會不會是凌晨來 是不是已經過了 沒有啦 而且你跟他講一下 水果攤裡面有 水果攤裡面 你看水果這些 櫻桃都很便宜 都比台灣便宜很多 然後你可以買到各式各樣 你介紹都是比較 算地區才會去的地方 對啊 因為基本上 他們如果要是大家會到那邊 去玩深度 一定都是走這邊 不可能像我走一種 地區要比 可能就完全不一樣的時間 我去年在巴黎待了八天 怎麼都沒看到你現在講的